今天来聊聊一只猫价格为何那么高 只能说就是一分钱一分品质 无论哪个平坨猫 平向射童好的 在正规猫舍的价格自然都是不低的 毕竟好看的猫咪 你就是要花更多成本和时间 用心的去培育 我们来计算一下 猫舍培养一只猫的成本 第一 种猫的成本 一只国外名猫舍 进口价格大约落在40到60万元之间 有些拿过奖的价格会更高 一对妇猫约40万×2 等于80万 一年增长期费用约3.3万 妇猫350×2 700×62天等于43,400 配同到怀孕出生时间的成本 一只猫猫生育大约可以到5 6费 母猫的部分生育约2年生3胎 难道4费 一胎月1到7只 分裂配同的话 假设分裂的话 一只母猫4年约可生6胎 平均负母猫一胎约4只 一只母猫大概可以生约24只左右的小猫 总共 有母需要每天一顿自制肉或罐头 加冻干和主粮 加其他各类营养品 成本一天约350-500元左右 每只小猫每天的成本 大概约200-350元左右 从出生当天开始计算 随着每天成长 价钱也会成长 小猫出生200乘以97等于18000 毕竟父母吃好吃的健康 才能生出头好壮壮的小猫用 第二 运气加母猫期养育成本 母猫怀孕两个月 母猫怀孕两个月 每只母猫每天的成本再加200元 从怀孕三周开始到七十天 每天从原本的开销 再追加约100-200元左右 约500-700左右 每只小猫从满月后 每天从原本的开销再追加 约100-200元左右 约300-500左右 也要每天一顿自制肉货罐头 加一顿奶豆干和煮粮 加其他营养品等 到了补补期时 每天要补奶等等 而小猫则从满月开始 要增加粮食和奶糕罐头 和其他营养品 这些就要持续四个月约100天 第三 三十四项医疗鉴检费用 在北市拖液检查 血液检二血二相 猫二字快筛 猫白血病快筛 猫瘟三合一快筛 便检抗体检测 脂肪脑脊肌肾脏病评估 不拉本评估心脏病检测 发炎类检测 大约一万 以折扣 含基等三剂疫苗 体内外驱途 接日气麻所复 以及加上各项身体检测费用等等 第四 国际政府费用 第五 看不见的额外费用 贵店 房租 人工 猫咪生活必须用品等 均未计划的情况下 以上这就是一只小猫的成本费用 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可以降低成本 但会牺牲什么呢 节日堵猫成本 牺牲的是品项 节食伙食或盐用品是健康 节日医疗费用 牺牲的是健康保障 节日生活空间与人士成本 会影响小猫的社会化 会渐渐影响小猫它们的性格的 总结 有的人看到这里会觉得 全职猫明明很赚钱 但假设一只猫约15万左右 刚刚吃饭成本就超过10万了 可能约只赚5 6万 但你知道我们投资那么长时间用心培育 从种猫回来配种 到小猫出生买月 到等待各位家长的这段时间 以及期间的广购费等 请问各位 我们这要有赚很多吗 如果繁殖人无法养家活口 那自然就不会有人持续未发电容 以上就请大家来自行评估了 繁育是没专业 唯有选择正规的猫色才能得到更多的收获保障 也会更健康些 对他们也更父子哟 宠儿 祝你所爱 宠儿希望让家长买得放心 顾得安心 养得开心 也希望大家将带回的孩子们能够宠一生 爱一世